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村犹如凤凰展翅 而天顺埔就是凤尾羔羊 它也是目前梁村无补中保存最完整的 这里有很多上百年历史的院子 大部分都是清代大户人家的房子 我来的时候 天上正飘着萌萌细雨 让这个原本就冷清的历史文化民村更加的冷清 走进天顺埔 两边都是这种青砖砌成的五米高的街墙 这里的人家大多以雄魂方正的北市庭院为主体 街道干净整洁 据说天顺埔是梁村人的骄傲 鉴于清代的乾隆年间 它是由毛洪汉兄弟联合了 季邓王室等五姓人家共同投资兴建的 这里就是毛洪汉故居 那么毛洪汉是谁呢 他就是近代中国经商票号史上 第二大票号 平遥魏太后的总经理 毛洪汉生于1846年 曾任魏太后票号汉口分号的掌柜 年老以后就回到梁村养老 这处院子呢 基本上保持了老宅的原貌 在霍儿团上的家庭里患 我们打算在霍儿团 tier 在霍儿团上墙ystem里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静中地区典型的三进院落 我们可以看到门头和院落已经有点破败 但是依然可见的精美木雕和砖雕让人为之心动 像这些砖雕木雕护栏可以说是都是真正的镂空龙头 在乔家大院和王家大院都很少见 那么在梁村可以说是一绝 在梁村的天圣堡可看的除了毛红旱故居 就是季贵故居 季贵生于1825年主营的是盐业 50岁退出商界以后就回到了梁村 并且主持参与了梁村的建设 我现在就来到了季贵故居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这处老宅子 这是一处玄山顶的柱门 左右两边各有一孔柱廊窑洞 这里呢 这里呢 以前应该是住着贴身的侍奉便与主人召唤 礼院的这个正瑶呢也是穿廊格局 可以看到这些窗帘呢都非常的成就了 这是住户晒的一些蒜头 大蒜头 这是你养的小狗而已啊 可爱呢 你在哪户住呢 你在哪户住呢 你在那户 那户哈 你们都是这家的后人 不是 后人都不在这啊 都搬走了 那你们住这儿的房子是给房租了还是买下了 买下了 哦 这房子卖多钱一平米 200多年前就买上了 这房子 哦 200多年 现在他们后人都进城了啊 被带外地的 都在借修呢 嗯 好 谢谢啊 看一下当年的这个门廊雕饰呢 非常的精美 所有的这个窑面呢 也都是装饰着楼花的天窗 因为天顺卜呢 是梁村五卜中建造最晚 也是经济最鼎盛的时期所建的 所以说它的街道布局呢 是王自行 王者尊业 霸业 在天顺卜的对面呢 就是被称为了凤凰之父的昌太卜 下一个视频呢 我将走进昌太卜 去看一看这里的老宅 哈哈哈 谢谢大家